全部都是用上眼科的堂 看了三個多四個小時的OPD 跟大家解鎖一個新地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 今天我就來了 登登 海洋公園站 今天為什麼會很早就來到海洋公園呢 就不是玩了 今天就是去 伊芳新的一天 眼科 attachment 這個星期多一點的時間 我們全部都是用上眼科的堂 今天其實就是 Othermology week的最後一天 所以今天行程就是現在早上 我就會去海洋公園外面的其中一間醫院 就有一個眼科的attachment 下午就會去數碼港的一棟屬於Conu的教學大樓 去上眼科的PBL 之後就會有個考試 沒錯 因為是Last Day加考試的 我身後這條斜路 就是我這個Otherm week 都要來走這條斜路 好了 現在就先上頭 先來 接著就是指定動作 撿東西作Y code 不過今天就不用Stethoscope 用Othermoscope 這個早上attach的其實是眼科門診 主要看醫生怎樣consultation 不同眼睛的疾病是怎樣的 就在真實clinical setting裡面 邊看邊學 好了 現在就上完堂了 今早就一直跟著醫生 都看了三個幾四個鐘的OPD 大家猜猜有多少個case 在我走的那一刻 是看了四十幾個case 所以真的 去看眼科的時候 經常會有那些一部部機 放在那裏幫助患者去查眼睛 所以大部份時間 都是醫生在用那部機器去看 然後我就看他在那部機器裡面 看著什麼 這樣學習 這些真的手機上 他自己下手做的事情 就會比較少一些 最多時候就是用這塊 那就是 這樣 去看眼睛的 那就是我盡量 學得多少得多少 看到不同的case 不同的病是怎樣的樣子 等會 等會 跟大家解鎖一個新地點 現在大家看到在眼前的這幢建築 其實都是屬於國大 據我所知 Business School是會來這裏上課的 而且眼科也在這裏 不過其實我算了 今次也來過幾次而已 所以也不太熟悉 每次要乘車來這裏上課 其實都真的很辛苦 但是來這裏上課 好處就是環境真的很漂亮 我終於看到群網了 Hello, I'm Sam Do you speak Cantonese? 不會說 每個醫生看到他第一樣問的就是 Do you speak Cantonese? 不是,用廣東話問的 用廣東話問 用廣東話問 剛剛就有展示過這個給大家看 趁有群網在這裡 順便示範一下怎麼用 用的時候 假設他的患者 對真的患者也要溫柔一點 慢慢地前進 正常再近一點就會看到我的眼底 Cribitinal Neurovascularization 嗯 還有哪裡可以Neurovascularization Iris 然後連續上一三同PBO之後 就正在考試 好了 剛剛就考完試了 其實這個考試比想像中chill點 考的內容就是 我們上PBO的時候的Case裡面 部分都有Cover過 現在剩下的行程就是 但是 有看開E4 Sunday一天系列的觀眾 應該多多少少都會猜到 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登登 找男朋友吃飯 24校女朋友 辛苦了一個星期 超級磅士的晚餐 有一題是 剛好他已經問了 抽獲書 所以我就寄了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Oper Week 好像第一次這樣 一邊錄一邊吃一邊說 但沒有的 真的太餓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Oper Week常常都會走來走去 所以整體來說 很好的experience 因為其實去年 就是Year 4 對於眼科的exposure 很少 變成本身有的知識也很少 然後經過這個Oper Week 密集式的每天都讀眼科的時候 我的指示上面就 發現新大陸 而且讀一下 我就發覺 其實眼科也挺有趣 可能以後做眼科 都是一個 我會考慮的 我出來切禍 當然 so far 2G 都是精神科 好了 各位 我剛剛就回到家了 好像今天這樣 翻足全日學 其實通常 吃完飯 回到家都是這些時間 通常如果翻全日學的話 那天剩下未溫的東西 都要趁 不需要回到全日 又或者週末的時候 再加緊腳步去溫 好了 現在剩下的時間 因為今天剛剛考完事 今晚都需要早一點睡 大家看到 不知道透過鏡頭 看到嗎 我的黑眼圈 真的已經很大了 所以今晚就 AIM早點睡 最後一件今晚做的事情 就是一個 SciKai的 Research 或者是Project 這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我就一直做這個 精神科的Project 給大家看一下 過去的十年裡 你的思想 跑去哪裏呢 so far就是在做這些影片 有些像一些Psycho Education 就當是一個 Self-Help的工具 大家可能會期望 我應該會負責做影片的 但就不是 我是負責寫script 和narration 準備去做一下 今天也要早點休息一下 今天這個 E4 Sunday一天四 不知道今天 我的最後一天 不知道會怎樣 希望不會悶到大家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Pharma的鐘 留言留言給我 跟我說一下 你對於這個E4 Sunday一天 有什麼感想 記得follow我的IG 留意我的updates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